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幼化的国画公开课的课堂 我是邱熙 然后刚刚我稍微点了一下名 大致我都基本上要么都是咱们幼化的学员 无论是国画的呀或者是采迁的学员 基本上都是认识的 那有没有我们非YP的学员 或者是说还没有接触过国画的学员 我们的老学员可以敲个1 我们来熟悉一下 新的学员呢我们可以敲个2 因为现在7点过2分 7点过3分 我们可以花个5分钟的时间 相互的熟悉一下 因为每节课可能都会有新学员进来 山外来风 且 还有味辣条的 是皮皮牛吗 飘游公主 飘渺公主 2019 微风细雨 翘一的也很多 翘二的也 也有 然后有的是一串 看那个数字 八九八三四五九九六八一 感觉突然有点像那个 一般看什么新闻呀 或者新或者是其他的哈 就拨打热线 集集集集集集集 好的 我们稍微熟悉之后哈 因为考虑到有新的学员 那我就是在这里呢 再啰嗦一下哈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画呢 会有一个 像有的同学可能上完课之后 他就会立马想画 或者是有的同学说 上完课之后 我可能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画 那么大家如果哈 想要拿到这个 我们左边 左边有那个素材图哈 就今天我们要画的这幅画 然后我是分成了两段 因为它是一个散面的 如果直接放上去 它特别的常会挡住 今天要画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就结成了两节 那么大家要那个完成图的话呢 可以关注右画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直接回复国画素材图 就有今天的这幅画哈 就是就是这个完整的画面 也算是比较高清的 因为我是在那个中华珍宝馆去下载的哈 就图片特别的清晰 好 这个是素材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今天画完了 的一个作品图同样 那也是在公众号里面回复 国画作品图 但是今天一下课就去回复应该是没有的哈 包括明天回复应该也是没有的 因为今天小编已经下班了 明天呢是又画的公修 公修都是星期一哈 所以一般回复作品图有的话可能要等到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就会有 这个就是老学员应该都知道哈 新学员的话我就刚说再重复啰嗦以下 基本上因为每一届课了都会有新的学员到来可能对之前呢 没有看过之前的课就不太了解那我就是就稍微花个一分钟的时间哈 讲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回到主题 因为今天是画山水画哈 讲到山水我们就能想到旅行 有没有这个感觉 山山水水游山玩水 有喜欢旅行了同学 敲个一 看有没有跟我同样 爱好的哈 但是但是有同学可能就不喜欢爬山 你像工作室了哈 工作室的老师就是播饭 普兰不喜欢爬山 但是这一次五一了就是普兰 我和我和另外一个燕子编辑哈 就是硬是把普兰老师给硬拽的去了张家界 之前说谁叫我去爬山 那肯定是真爱 所以这个肯定就是真爱了 因为有时候爬山可能就是暖车上去 暖车下来 那我我基本上爬山的话 我就喜欢纯爬 就基本上是不做其他的交通工具哈 嗯 还喜欢爬山像山阳老师喜欢爬山 这一次五一了 他去了五公山 去年也去了哈 去年 明了一场大暴雨吧 然后今年去还算天气还挺好的 今年五一的天气特别好哈 所以喜欢爬山的话 爬同一样同样一座山不同的时间去还是挺好的 你好啊 5055刚进课堂哈 不想出门 不想出门也没有关系哈 如果你喜欢美景 那可以在网上也是能看得到的 好的 你像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呀 或者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好的风景呀 就会想画下来 那我那么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不太喜欢出去 这个现在网络很发达哈 你就是想去画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景点呀 之类的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素材 山阳对啊 山阳也是国画老师哈 不是国画老师 应该是老板 他是个老板 他不叫画画 但是他是国画系毕业的 山阳登山 山阳带着胡子登山 这也是比较喜欢游山玩水 感觉学国画出来的对山哈 都有一个情有独钟的感觉吧 好的 那么就不扯那么多了哈 不扯那么多了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这个素材图 我打印了一幅画哈 因为左边的呢 他是分成了两半 不太好观察 所以我今天就是打印了一幅完整一点点的画面 我把摄像头稍微调低一点点 可能画面会更加的高清一些 好 这个画面因为灯光在顶光哈 所以了他的颜色可能看上去会浅一点 我稍微倾斜一点 这个颜色大概就比较正常 好 说到今天是一幅山水画 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画面中是不是没有山 但是我们看原图的话 远处哈 有一点点山的剪影 但是他凿种的去表现的是植物 所以我们将说山水 山水哈 就是其实没有山 他也能形成一幅画 我们画山水 其实画石头了 也是比较的简单的 往往哈 画树还会难一些 画树要消耗的时间呢 也会更多一些 像我们这一周星期五哈 画了一幅 歪皮克画了一幅下龟的 就是大腐皮 大腐皮画石头特别的快 并且很霸气 很豪爽的去画 然后画树的时候 虽然只有两棵树 但是是两棵高 高大的树 所以会那个很耗时间 因为像那个历代的话 有很多话 它是稍微的 稍微的会更加的偏向 就是公笔一些 就没有那么的写意的感觉 就是不会太豪放 但是呢 也会有一笔 因为毕竟是写意嘛 会有一笔 甚至有很多历代的话 它会用在俗宣纸上面去画 所以呢 就会更加的慢 更加的慢 好 那么我们今天哈 就不会讲石头 但是你要了解到的一个 山水画的一个 基本行李的技法呢 它大致哈 可以分为五个点 那么拿五个点 我今天哈 就不会把五个点都给讲全 因为我们今天画面中 几乎是没有石头的 因为远景就那么一点点远山 它就一笔带过了 有第一个点 勾 就是像勾线一样 我倒一点点墨汁吧 倒一点墨汁 潘老师的干儿子 我总感觉你好耳熟 就是 就是 我记得你应该是喜欢潘月明老师吧 是不是他的粉丝 我感觉很熟悉 但是我想不起 但是我想不起你的名字来了 偷偷的看一会儿 待会儿还要去搬砖 辛苦了 好 那么第一个哈 我们刚刚说要说五个点 第一个 今天冬光好白呀 显得我手好白 哈哈 勾 勾哈 它是什么意思了 它是用线条 就是用线条 我可以是 短一点点的 或者是长一点点的 这个就勾石头一样的 或者画那个树 树干 小的树枝 我基本上都是勾出来的 勾出来的 这个就是勾哈 但是勾呢 要用线条 勾出大致的 外形 大体的一个轮廓 你就画一棵树 我得先画它的 那个主干 画完主干 画细枝 画完细枝了 我画它的叶子 所以一步一步去完成 如果你画石头了 那有一块石头哈 譬如是一块圆的石头 它中间还有很多小的细节 细节 那我也同样的 我是先勾这个石头的 大致的轮廓 这个就是把它的轮廓 给勾出来 这个是勾哈 勾轮廓 或者是勾一些 山石的主要的结构 所以你勾这个石头 我先把它大轮廓勾出来之后 它里面还有一些 主要的结构 也要去勾 勾是要用中锋 或者 中锋 变那个半侧锋 如果对中锋啊 侧锋啊 还不太了解的话 同样在我们 右画公众号里面 点击图文教程 国画的一个基础必备里面 有讲到握笔 怎么去握 中锋是把笔立起来 那我们勾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基本上是用中锋 你要稍微粗一点点的线条了 你可以中锋往下压 压下去 它也能粗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了 我可以中锋转侧锋 半侧 半侧就是笔不是竖子的了 它会稍微的往右边 或者往上往下 就打倒一点点 没有这么的笔直 没有这么的笔直 这个就是半侧 那全侧了 就是笔全部倒下来 它就会画得很宽 就你的笔锋有多宽 你全侧画出去 它就有多宽 就我们不需要这么宽的 勾勒的线条 我们就用到一个半侧就可以 中锋转半侧 你看它就会有细的 有粗的 这个是勾 勾的话大致 去表现这个山体的大轮廓就可以 那么第二个村呢 我就不多讲 因为我们今天不画石头 这边是一个皮子 村的话 下一次有机会再画山水 就是挑有石头的话 我就会专门凿纵去讲 村和擦 所以一节课的内容 该讲几个点 你就讲几个点 讲多了 消化不了 我们今天主要 因为没画石头 你讲多了 这个了 也会容易忘记 所以这个留到下一次 下一次去讲 今天临摩左边的吗 是的 是的 刚才搬完砖 现在才学习会儿 真勤奋 我平时上完班 但是最近也上完班之后 会去练车 也比较辛苦 练完车回来只想躺着 好 这个我们忽略不计 下一次 下一次可能 因为下一周是水彩公开课 水彩公开课之后了 可能还会有国画的公开课 所以如果再画山水的话 我可能就会挑有石头的山水去画 就凿纵讲这两个点 那么第四个了 第四个是染 染的话今天也要讲 因为有颜色 要染色 染的话呢 是用葱 葱足的 是补葱 其实和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的连接起来 因为你去画石头 你像树 虽然我们今天 那个村擦 不止在石头上面有 在树的上面 其实也有的 但是我们今天画这个树了 它比较偏写一些 就是直接一笔 它一笔画出去了 一笔画出去了 它不像其他的 像有的勾完之后 勾完之后 我可能还要在树的边边侧 边角的地方 稍微 村几笔 表现它的一个体积 但是体积了 又不要像那个画素描一样 表现得那么的强 稍微带一下 但我们今天的画面中 树也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是 省略了这一点 那么染的话 它是在补充这个村和叉的基础上 增加这些山石 的一个浑厚的感觉 因为石头 它本来就是比较厚实 比较厚重 它不会像那个泡沫 因为每个物体 它都会有不同的质感 亮感 像棉花 它那种蓬蓬的 就会感觉它很轻 那个铁了 你就会感觉它很扎实 所以经常有人问 100斤的棉花和100斤的铁 哪个重 给人的感觉 突然想 那肯定是铁呀 但你回过头一想 一样重 因为都是100斤嘛 给人的感觉 就棉花 它就是那种 很轻飘飘的感觉 铁的话 它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 有没有人问过你 100斤的某某 就是那种很轻的 和100斤的某某 哪个重 你会不自觉的 就打那个 看着 就是特别重的 那个去选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石头 石头的质感的话 它也是给人的感觉 是重的 比较的重量 你的回答也是铁重 是吧 我的回答也是铁重 但是你会顿几秒之后 你发现 一样重的呀 就感觉很搞笑 因为潜意识里面 就会觉得铁 肯定是比棉花重的 那同样的 你像那个 同样大的一块泡沫 和同样大的一块石头 这个问法的话 那肯定就是石头重 同样面积大小的 因为你都知道 泡沫那么轻 石头它是层颠颠的 我们这样说 重如泰山 那石头肯定是重的 所以你要分清 要分清那个 物体之间的一些质感和量感 你像有的质感 像粗糙的呀 光滑的呀 那有的量感 它就是轻飘飘的呀 本来是一个轻飘飘的物体 你把它画得很重的感觉 就好像又不太对 有的物体呢 它是那种很重量的 你把它画得很虚啊 很缥缈啊 就感觉又达不到 除非是那个 远山你可以虚一点 数学老师的骗局 哎呀 灰鸽子也来了 灰鸽子是我五七的学员 虽然是个小学生 但是很好学 每一节课的作业都化了 是不是明天要去学校了 好 染色的话 刚刚我们是说 如果你的村擦 因为村擦是加强石头的一个体积呀 量感呀 浑厚的感觉啊 如果还没达得到 那你可以再增添一点点染色 就是染好 染色的话也可以用淡墨 或者是有颜色的 就是有色哈 一个是是墨色嘛 一个是色色 因为墨色它是黑的 色色了是其他的颜色都可以 可以分染 或者是那种轰染 直接去画的这种染色了 去染 也可以染出那个石头的明暗 我们石头十分三面哈 虽然不讲石头 你看我们今天的树 它也会有偏重的地方 偏浅的地方 你这样偏重的地方 我就是勾这个树 就是这个水草吧 应该看上去 像芦苇草 芦苇 它的勾涩的地方 重一点点的 它的染色也重一些 那后面 虚一些的了 它的染色也浅一些 包括右边也是 我树叶重的这块染色 重一些虚的了 颜色浅一些 所以这个颜色上的话呢 除了墨色要有变化 颜色也要有变化 因为颜色如果你没变化 整体一遍染上去 一模一样的话 它那个虚实又拉不开 画面整体 它就一个组合次呢 分不开 组合次分不开 好的 染色的话 它效果也有很多 像有的还可以用那个 把画面先喷湿 因为我们的生轩纸染色 它不像熟轩 可以染得那么的匀 因为生轩 你看一滴上去 滴上去 它就会扩开 滴上去 它就会扩开 立马的变大 立马的变大 但是我们的熟轩的话 你点上去 它就是一个水珠 就是一个水珠 所以你要去染色的话 会染得很匀 所以为什么 画公笔 能画得那么的公细 画血液 它多在一笔 就是液净的液 它不反复的修改 就一笔能到位的 就到位了 那么染色的话 同样的也是 如果你想稍微的染得匀一些 它还可以借助那个喷壶 我这边有一个喷壶 有一个喷壶 但里面是酒精 大致就可以稍微的 把它喷得润一些 然后再去再去染 它就能达到 那个稍微雨一点的效果 而不会说 我直接去染 它接得那么的生硬 稍微把它喷得润一点点 再去染的话 它衔接上会更加的自然一些 所以方法也有很多种 好的 这个是染色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 第五点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也就是一个点 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点 这个点点不是画了无比 是我写一个数字 习惯性的点一下 要不然就感觉像一个错别字 好的 这个点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为了丰富画面 像看我们画面中 再拉近一点 左边 因为左边勾得多 左边很多这个植物 右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墨色的点点 有发现的 敲个一 有没有发现墨色的点 大家有一双 散于观察的眼睛 喷壶画雪景 都可以啊 喷壶画雪景 也可以的呀 就是画大面积的染色 因为声轩 它没有那么好 衔接上嘛 所以画大面积的染色的时候 你可以用喷壶 好的 那么这个点 大家都瞧了 一一看到了 OK 棒棒的 画面中 除了丰富层次 你像我们这一边的树 我可能点的点点的地方 基本上是那个树干上面 我可能 因为这幅画的树干 它是 它没有村和擦 它是直接的画法 直接画出去的 所以会显得这个树 特别的光溜 特别的光洁 为了表现树皮的质感 树皮 基本上很多是粗糙的质感 你像梧桐树 梧桐树的树皮 它可能那个皮掉了之后 比较光滑 所以这个也就是画每一种树 每一种树 它的特征特点不一样 所以为了表现这个树皮的一个粗糙的质感 也点了很多点点 去破一下 还有一个 这个是丰富画面的一个层次 破一下画面 第二个点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作用 它可以弥补败笔之处 你像有的地方 我可能勾石头的时候 勾得太生硬了 后面还有一些石头 这个点 这个线 感觉卡得很死 很死 很板 很死 很板 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你想让它点醒它 这个点点 把画面给点醒 醒醒醒醒醒 叫它醒 就没有那么的死板 好 我就会把这些线条的地方 偏上的地方 用那个比较偏浓一点点的墨 去点它 把这个线条破一下 你看这个线条 它就不会说是一个光溜的线条了 我点了点 有的出去一些 有的进来一些 把这个线条破了一下 就会自然很多 包括这个后面的也是 我就再点再点 这个上面是升圈吗 是的 但是感觉它没有特别特别的深 这个是以前的那批纸 现在店铺的话 升圈纸好像还是有的吧 因为我刚没有特别 去那个淘宝店和微店去看 应该是有的 因为每一批纸不一样 有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深 有的了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试那个卡纸 在试卡纸 像这一批的还没有进 就是我试了这个升圈纸 它就特别的轻 特别的轻的话 就是感觉就会很难驾驭 很难驾驭化这一批纸 我就可能这个样品 我就不考虑 不考虑 然后有的熟圈纸的话还行 就升圈 那个升圈 庆的就感觉有点 超出了那个范围 这批升得特别厉害 升得特别厉害的 你行笔的时候 稍微的快一点就可以 这个是升圈 升圈纸 但是比我们的那个单张的白色的升圈纸的话 要稍微的没有那么近 因为本来这个镜片卡纸 它就已经是拖表好了的 拖表好了的话呢 也会画上去的感觉 效果也会更加的好 你像我们单张的升圈纸 你画上去的感觉 就是还是要再去拖芯 去表个框 不一定表框 就是拖完芯之后 整个画面都会好很多 因为这个镜片卡纸 它就已经可以称作是作品纸了吧 你画完之后 直接装框就可以了 所以是比较方便 好的 这个是点 第一个点醒画面 第二个可以丰富层次 所以一般点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重一点点的墨 那么重墨 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同样的 我又想到那个教程里面 找到右画 教程好像是去年 去年年前吗 还是好像去年年前吧 画了一个学景 你看这里有一个基础知识 有一个课外教程 有一个课堂笔记 我们点击这个课堂笔记 找到国画这一栏 找到国画这一栏 好 这个教程好像是去年的 这个里面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重墨 那什么墨色是重墨 因为这一节课有讲到那个 有讲到墨的五色 所以你对五色还不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录播 这一次是画的一个学景 讲过墨的五色 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胶 浓 重 淡 清 我们用的一般可以用重墨 或者是重墨和浓墨之间的墨色去点 这个就是比较细致 因为这一节课我讲过了的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对山水感兴趣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并且这个是咱们小谭老师 转化成了一个文字版的 文字版的也可以把这个学景给画了 比较有意思有味道 最下面直接是这个视频 两个小时13分钟 拖心 拖心也有 这个刚好在看 我就顺带着一起讲了 拖心 拖心是 你就像一张纸 我们平时画画用的生圈纸 它是不是就是单张的 特别的薄 然后画完之后会皱皱的 皱巴巴的 画完之后 一般我们可以等个个把月 等画面的墨呀 颜色 基本是干透之后 去表画 把背面再表一张 那个腹背纸 就是专门拖心用的纸 用浆糊 把它粘成一张纸 再盖过来 你的画面就有特别的平整 这个就是为什么 卖衣服的 它会有那个 叫什么挂烫机 把衣服挂 把衣服烫得很匀 很好看 如果你的衣服 你卖 你卖衣服 你的衣服都是那种皱巴巴的 人家可能看着都不想试 你正在拖心 好的好的 拖心应该是基础知识里面 基础知识 点国画 我就刚好有问到 我就一起讲了 大会就免得又拿手机来看 你看 翻到最后一篇 国画拖心 拖表画心步骤 这个也是一篇文章 图文教程 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尝试着 先把自己的衣服偏小的话 去脱一下 第一次不要脱太大的 第一次脱稍微小一点点的 就很好掌控一些嘛 所以脱完之后 你的画面特别的平整 这个就像烫衣服一样 把衣服皱巴巴的衣服 把它烫得很整齐很整洁 为什么有的生鲜指中间是黄色的 中间 是中间还是整张 是整张纸吧 那个叫防骨纸 防骨色 你看这个就是防骨色 这个也是防骨色 这个是点 点的话在画面中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是会 是会 有这个点点的 这一步也不能省略 这一步不能省略 好的 那主要记住一个 我们这节课会讲到 勾 染 点 这两个先抛开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 扎纵讲这两个点 这个类防骨是吧 这个就是比较好的纸啊 它为了做成这个扇面的形状 所以周围是白的 如果周围都是这个防骨的话 它就变成了正方形的防骨质了 它就比较散面了 大致了解一下 基本技法 勾撑擦染点 村和擦没怎么讲 主要就是了解勾染点 OK了 敲个1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学过素描的人画国画 是不是很奇葩 不会啊 我也学过素描啊 因为 呃 现在的话 基本上 你像小学 幼儿园吧 不是小学 幼儿园因为也有很多 就是会去学画画 你从幼儿园开始 到儿童画 到线描 到素描 这些都是西方的绘画 但是你到了初中高中 如果你要考大学 你想考艺术生 你到了考大学 你还是学要考素描 色彩 速写 这三大类 这些都是西化 你之前就是高中以前 都是学的这些 到了上大学 分那个专业 选专业 这个可能是你高中 报学校的时候 就会挑你自己想挑的专业 好像有的学校可能大一不分专业 大二才分专业 大一都是学之前高中的 这些知识和巩固 到了大二才学专业的 分科的专业 我们学前 学就是在大学挑专业之前 基本上都是接触的西化 然后呢 再会选了专业之后 专攻你选的那个专业 所以完全不影响的 像那个说一个比较著名的吧 或者是好多著名的吧 像徐悲鸿 画马的 有没有印象 画马的 画马的 徐悲鸿 他的画就是会有一点点西化呀 就是画国画的 他 他在西方进修过嘛 所以画的马 虽然只有线条 但体积感也特别的强 这也挺好的 各有各的味道吧 但是当代的话 确实会有一点点中西结合 但是你也可以走那个传统 就按传统的来 就按传统的来 还有那个吴冠宗也是啊 吴冠宗他又画油画 又画水材又画国画 就那个画江南水箱 黑屋顶白墙房子的那个吴冠宗 好像前几年有一幅画拍的价还挺高的 小影来了 好的 欢迎 好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我就放开编了 大师差不多啥都会 嗯 这个没毛病 今天的话呢 主要用到这两支笔吧 一个是墨白 墨白是我们工笔套餐里面的一个分染笔 就是颜色的分染笔 还有一个是轻锥 轻锥的话呢 是我们写一套餐包里面的一个煎毫笔 这两支都是煎毫 一个是工笔套餐包里的 一个是写一套餐包里面的 煎毫笔它是比较实用 结合了阳毫和男毫之间的优点 所以我一般也会比较喜欢用煎毫笔去画 好 那我们今天画面 是用到的一个散面 讲到散面的话呢 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画面的布局 虽然我们可能画画之前 因为讲了一个知识点 所以现在到了7点37 还没有正式的画 先把前面的这几个知识点给弄透 张大千和徐悲鸿哪个更有钱 你是说他们那个 他们当时吗 还是说他们那个画哪个更值钱 还是说他们生活的时候哪个更有钱 反正那个年代基本上 都没有特别特别有钱的 张大千应该还好 张大千当时他是四川人 然后画画得不错 因为喜欢模 就是您人家的画 或者模仿人家的画 就模仿得很好 我大致画了两个小的三面 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 但是大致看一下 谁过得更好 反正张大千的话 张大千的话 他是后面去了台湾 因为当时就是说 你可以去北京画画 然后多少多少钱一个月 就是能解决温饱 但是他没有他还是去了台湾 台湾的话当时肯定就是 也算是过得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那个徐悲鸿的话 他既然能留羊 应该也不错吧 好 那我就会讲到一个构图 刚刚讲到了一个山水的基本知识 讲到一个山水的基本的技法 基本的知识 然后这个呢 我就会讲到一个扇面的布局 这个两个好像一把扇子一样的 好 讲扇面布局的话呢 同样分为一个点 两个点可以用两个方法 所以我画了两把扇子 画了两把扇子 第一个是一个放射状 放射状是什么意思呢 大致就是上宽下载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那个扇面的 是一把扇子 我把它拆开了 它的那个扇骨也在这里 你看上面宽 下面窄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你看它一般情况下 这个地方还会有那个扇子的骨架 我就大致画一下 扇子的骨架骨架 好 这个地方呢 它是粘贴这个纸的 粘贴这个纸 好 放射状的话呢 譬如我要画一幅山水 我要怎么去画 我是沿着这个折痕 这个扇子啊 它有那个折痕啊 一个一个折的 你会感觉每一个 每一个折痕都是 上面宽一些 下面窄一些 上面宽下面窄 好 那么 我们画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样子的 像石头 我的石头顶部 石头的顶部 它会跟着这个折痕去走 像这一块石头 或者是房子 我这里有一个石头 石头旁边呢 会有房子 好 房子再过来了 它可能又有树 又有一些树 有了树之后呢 这里还可以有一块平地一样的 有了平地之后 我这边也有石头 也有一块平的地 好 我想过去 我这里搭了一个桥 过去 这边的石头呢 我又会跟着这个骨架去走 石头顶部 所以给人的感觉 它整个画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放射状 上面宽一些 下面窄一些 以及它的整个水平线 水平线也是一个弧度的 跟着扇子的这个形状 变成了一个弧形 我们的水平线一般是水平的嘛 是水平的 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弧形 包括房子 我们像说画房子 我的这个 住点的地方 要垂直的 要垂直的 不然你这房子是歪的 那我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如果我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就感觉 上面的很稳 下面的要倒了 微房 微房 住不的人 但是在我们扇面中 扇面中的话呢 你看我们刚画的这个小房子 它就是倾斜的 它这个是成立的 因为你整个画面 都是 它的这个 最上面的点 往上的点 它不是全是朝天上的 就不是全是朝正上面的 它是朝着这个骨架的方向 骨架的方向 骨架的方向 去发展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放射状 放射状的构图 你看左边的 是不是往左上角了 那我的石头 变到右边来 我的石头 右边的石头 肯定不会 又还是左上角 它就变成了右上角 右上角 所以整个画面 它是一直转着走的 一直转着走的 所以这个 也是扇面中的 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构图 一个构图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 平行式的构图 平行状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平时 建的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历代的画里面呢 放射状的布局 很多 平行式的 那我同样的 还是上面这幅画 我的石头就不是朝上了 不是朝它的这个骨架了 同样 我还是有骨架 我把它画浅一点点 这骨架画浅一点 我的画面 不看这些折痕的地方 不看折痕的地方 我同样 我的石头 就像我平时画画一样 全是朝上的 我这石头 朝上 房子呢 也是朝上 好 房子这里有树 树也是朝上的 后面再加一些石头 有一块平地 好 平地过来了 我的右边又有石头 再画石头 好 这里也有一块平地 好 我再画一个桥 桥也是比较平的 它是这种平行式的 跟我们的水平线呢 是平行的 放射状呢 它是一个弧形的 所以你的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 它就会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有一个呢 是水平的变化 水平的变化 就跟我们平时画画式一样的 那你的房子如果歪了 它就会感觉像倒的 所以你就是要画垂直的 这个房子呢 是跟着这个骨架去走的 它是成立的 对 这个就是 因为 因为如果先接触的西方的绘画 再接触国画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国画的构图会很怪 因为西方的绘画和咱们的国画 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透视上面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西方的绘画 它就是讲究焦点透视 焦点一个点 国画里面的布局 它是一个散点透视 画面中很多个点 所以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刚好就是 五期 五期 写一五期的课程 现在就刚好上到了山水 第五节课 第一节课单独讲石头 第二节课讲树 第三节课讲点井 第四节是批 批麻 第五节扶批 我们上到了扶批 下一个星期呢 是画一个长卷 要教大家接纸 就一幅画 我画很长很长 我的纸不够 我要去接纸 就也教大家一个小小的工艺活 就是像做手工一样的感觉 对 对 左边 上面的是那个放射状 下面的是平行式的 平行的就是 它的上面的顶点都是朝上的 都是朝上的 就不要看这个扇子的骨架了 都是朝上的 然后这个呢 都是朝它的这个折横的方向去走 所以一个是放射的 一个呢 是都是顶上的 国画你要说它有难度吧 它确实也是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也不要太慌 一节课听不懂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我们的YP的课程都是 很长的长课程 一套下来28节课 并且时不时的还会有PPT的授课 就一节课听不懂的话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公开课的话 像我们这节课沟层擦染点 又只讲了三个 就是点的话 有没有那么的像系统课那么的连贯 好 这个是讲到布局 讲到布局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 那我考验一下大家 这幅画面 是什么构图 觉得是放射状的 敲个1 觉得是平行的 敲个2 看大家有没有学会观察 有敲1的 有敲2的 哎呀哎呀 一和二都有这么多呀 好 如果看不懂 我们可以看这个植物 这植物是不是都是往上长的 我们刚说往上长的 不受这个折痕的影响的 它是一个什么式的构图 扣1的对的是吧 是的都朝上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平行式的构图 你看这里是水 水平线 它是一个横着的 所以植物都是往上长的 如果你是一个那个弧线的话 弧线它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弧度嘛 那么这个植物呢 它就会沿着这个弧度 跟它形成一个垂直的角 跟它形成一个垂直的角 所以这个植物它会 它会这样子长 顶部会朝这个放色 像那个放烟花一样的 放开 对了 平行的 好的 了解到平行 那我们就开始画吧 两支笔 这个的话 两支笔都可以用 像平时你觉得 你握笔的力度较大的话 你就用这个小笔去画 平时你能掌控 这个偏大的笔 你就用大笔去画 所以这两支尖好笔都可以 像有的同学可能一画 它就特别用力的往下压了 但是你用大笔去压的话 你的笔触就会大 如果你用小笔 你再往下压的话了 它都可以的 好的 前面的 我先画左边的 左边的植物呢 它的墨色是比较的重的 桥没有垂直 对 这个是不是平直的桥 它这个桥就是有点拱 所以我就是最怕 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大家把它记得特别的死 讲一个知识点 一定要会贯穿 要会学活 我最怕记死 记死的话就容易钻进去 好的 那我们就是 我就拿这个纸 看一下 先要大致的定一个布局 布局的话了 什么叫布局 布局其实就是国画里面的一个 西方的画画叫构图 国画里面就是布局呀 脏法呀 布局就整个画面 布在哪个地方 这个也就是写意 它又改不了 你画完之后了 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是不光是只看这个画的部分 你还要看牛白的部分 所以你不要光只看你画的那些部分 牛白的形状要不要好看 好的 那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地方去勾植物 我是拿着这个小笔去勾的 我待会把这个植物画完了 我就讲一下那个植物的运笔 像有的叶片 起笔呀 形笔呀 以及收笔的时候 以及收笔的时候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变化 能把它画得像像那个足叶的感觉 因为刚前面讲了很多 我们就是讲多了容易晕 所以我先画一会儿 画了之后了 我再来讲 画毁了重新来个 对对对 写意的话 你像画山水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确定的话 你也可以用很轻的清末去打个底 但是我们现在教学 基本上就是直接画法 因为你去打底的话 第一个耗时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成人 时间上的话了 没有那么的充裕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打了线条之后 它会给我们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了 虽然可能你打了形 到时候画面的感觉会更加的好 但是它会把我们的胆子越 越搞越小 因为你随意去画 你胆子放开了呀 你画血液 你就是要 要稍微放飞一点点呀 那么严谨的去画 又不是画公笔是吧 它就容易筐死 所以这个也就是线下 为什么很多那个小朋友学画画 以前就是先 你先用铅笔画一下 画了之后 你再用那个马克笔啊什么的 去复勾一下 其实这种的话会很限制小朋友的一个肯定 就是那种果断吧 果断的去画 因为磨磨叽叽的在那里画个几遍 影响它的判断能力 果断能力 所以现在很多线下的画室 它就直接用马克笔画 就不用铅笔去打稿子啊 起行呀之类的 工笔和水彩哪个写实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因为工笔和水彩都可以画得很写实 但是你也可以为了达到意境呀之类的 它可以画得更虚一些 不要那么的写实 现在是锁它 全部是锁它 在那里画一个牛角 也不是锁它 所以看上去 你会的 64民 特别人 在那里画这个 一般情况是有一个组织 组织上面的再长一些小的叶子 就像就像放小板的那个足叶 学了足叶的可能知道 以及现在六期还有部分同学 现在在看五期的录播了 也在学习了 我平时能收到咱们写意六期班级同学 画的基础的作业 就从第一课开始 就提前学习了 虽然我们六期的课程比较晚开课 要到十月份 但是有部分同学已经提前开始去接触了 这个也挺好的 但是也不用太累 就劳逸结合 因为我一般教学的话就是 边画边玩 不是说让你边画边去开小菜玩 就是画一会儿去休息一会儿 不用太着急 我们趁还没上课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玩耍一下 到了真正的上课的时候就要变成集训 辛苦辛苦 就是辛苦了半年 再往左边 有的时候起笔 像起笔 刚刚有的是虚的 那有的起笔 你可以稍微的顿一下 顿笔 多一点点 易笔 放一些 对啊 那学写议 怎么说呢 学完之后 以及我们每一节课的 画完之后 还是要多做一点课外的作业 只能说 把你拧进门之后呢 你的修行就要靠个人了 好 现在大致的 把这些前面的重的 把它给画了 待会儿哪些地方呢 该密一点点 就再加一点 现在的行饼 可能 我什么时候用力了 什么时候没用力 看不得懂 因为我刚前面讲了很多了 我觉得 我觉得要该画一画 我把这一堆 画完之后了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那个运笔 对 山水画基本上 先画近的 再画远的 它跟咱们之前 学的彩迁不大一样 彩迁 先画远处的 再画近处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每一个科目 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要不要 对 没有 那 没 没 没有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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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叶子的密度 有的起笔可以重一点 收笔的时候了轻一点点 中间行笔的时候了又重一点 所以为什么画上去的这些线 它会有这种轻重的变化 先画它的主干 画完主干之后了 我们再去给它添加一些叶子 叶子画的时候 有的就是要压一下这个 它的梗 它不是说都是挨着这个线去画的 你看有的它是超过了左边 叶片我还没有讲 我刚刚说的是待会儿再讲 因为我们刚前面全部在讲那个知识点 如果我现在还不画 知识点讲一个小时大家都跑了 就会太枯燥 所以我是画完这个前面的之后了 我再去讲 因为这个树叶 这个芦苇叶子 我还没有讲怎么去运币 像有的密的地方了 那我就再加一点点就好了 还是不多 还要再加 画这个纵色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它的凹凸变化 你就是画的时候 这个纵色的区域不要移 就是很并齐的去了 它不像我们可能什么 走那个啥 像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吧 它不是走方队 还是军训的时候 那个人最好就是整齐一点 好一点 它这个就相反 就刚好是参差不起会好一点 你看矮的高的矮的 它就像一个凹的凸的凹的凸的凹的凸的凸的 又有小的凹的大的凹的 多一些变化 你一并齐的画过去 它就会又很雷同 所以国画里面呢 一般对称美的话 少啊 基本上不要不怎么要对称的 尽量让它们不一样 好 这个下面到时候再加一些那种偏浅一点点的 好 我们现在也可以洗笔 把笔洗了之后了 画偏浅的叶片 这个地方可以再密一点 有酥密 虽然整体前面的看着都重啊 酥密是什么 就有密的地方 有稍微稀疏一点点的地方 写印里面将说的八个字啊 密不透风 酥冷跑马 密的地方呢 感觉风都透不过来 但是真的不要 不要画的像一块面了 它只是形容 它很密 你像这些地方 它也是密的呀 但是有空隙呀 风肯定能吹得进来呀 还一个酥冷跑马了 酥的地方呢 就是画面中啊 牛白的部分大的 马都能跑得过来 那你这个画面这么小的马 一个马蹄子都踢不过来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形容 我们这样经常写文章 也会用到夸张的词 是吧 好 现在就是调一个偏浅 一串点的墨 把后面的话也画一画 这个是桥后面的 你也可以等画了桥之后 再去画这个叶子 现在没干哈 这个墨色其实要浅很多 因为在视频里面看 可能你也会觉得它很深 等它干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浅了很多 画材 画材贵不贵 你说国画的吗 还好吧 有贵的有便宜的 看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就好像衣服啊 包包啊 都有贵的 有便宜的 你觉得入门的话 不需要太贵 你就买便宜一点点的 经济条件好的话 你也可以买贵的 等一下 这个是按脏法来 还是一片片凝膜 就是先凝这个 你可以先画左边的 或者先画右边的 都可以 但是你要局部开始画的时候 因为左右不 没有形成一个遮挡的关系 明白吗 你看到了这个桥的地方 它有了遮挡关系 那如果我先画桥 再画后面的 那它可能到时候这里穿插不了 左边和右边的植物 没有太多 就是没有遮挡关系 所以它们互不影响 你先画左边的 先画右边的都OK 但是你肯定是 要么先画左边的 再画右边的植物 再画这个桥 再画这个船 你看船是在桥的后面 那你也可以先画右边的植物 再画左边的 然后再画桥 再画这个船和人 这个不是什么脏法不脏法 你主要就是看呀 刚刚说了 先画前面的 再画后面的 因为左右的植物 它没有一个遮挡 所以谁在前 谁在后 你看的话 你肯定觉得 这个好像比左边的植物 要更加靠前一些 但是它们两不遮挡 不影响 然后再局部灵的话 你就是再又先画前面的 再画后面的 所以我们先用的浓墨 去画的前半部分的 再画的后半部分的 那你画右边的了 我也会先把这个树枝 树干给画出来 然后再画叶子 刚刚一直在说那个风景 风景画里面 你这样画彩迁的 先画远的 再画近的 我们国画里面 先画近的 再画远的 要做笔记呀 做笔记 要不然一听了 就忘了 好 你这样后面的 这个芦苇的话呢 是这个打印 有点点问题 我还以为后面的芦苇 偏绿色 那直接用墨色去勾吧 第五月 来了是吧 好的呀 好的 欢迎啊 就刚刚前面有讲了 几个小的知识点 如果想画这幅画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的 补一下录播 录播可能要到星期二 因为明天优化工修 然后想要这个画的话呢 就是在幽化的公众号里面 回复国画素材图 就会有 看着很多 叶子 其实不难 很好画 因为 因为 反而就是多的 它能会 再画一些笔 出去弥补一下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点的作用 它有时候能去弥补一些画面中的败笔 有时候约是简单的了 还没有那么的好画 因为你画错了 它没的地方 可以让你去 弥补 这个就跟我们昨天说 像那个写字一样的 写字 你看着那个 蓝的字 应该 诶 写得很好 好像反而写简单的字 还会 蓝一些 完整的录像在哪里 看 完整的录像 优酷 可以看 然后更方便的话 同样的也是可以 关注幽化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有一个公开课回放 这个是比较好找的 好 现在把淡的加上去之后 画面的这个 芦苇的地方了 它层次就好了很多 至少有深的 有浅的 肯定没办法 你一样的呀 画都不会 淋得一模一样 就是画家 他画同一幅画 也不会一模一样 所以你们 你们 画的时候了 赝品 画不出赝品来 是吧 所以这个国画造假 也是比较难的 就是张大千本人来画 他同样这幅画 也不会一模一样 你像樊高画了 那么多向日葵 也不一样 这个是张大千 宁的石涛的 所以他旁边有一个宁石涛 看的话 你感觉 是不是石涛画的 实际上是张大千画的 因为张大千 模仿能力很强 甚至模仿的 人家误以为 就是真的 所以你能做到这个样子的话 那也很厉害 我们先给普兰老师去拍一个照片吧 因为刚给大家看了的那个雪景 也是为了拍步骤图 去出一个图文教程 因为有同学可能时间的原因 又想画这幅画 又听那个录播 觉得很长 没时间 所以也会出一个图文版的图文教程 这样子的话就很快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面 除了上面有大的凹凸变化 下面也会有凹凸变化 所以不要画得整齐了 不要画得整齐 好了 我们拍一下照片吧 你可能公笔您的像的话 还有大可能 写一的话很难 每一笔墨的变化都是随机的 因为还有一个写一的话 凹膜画家的话 大概达到个八九十 就已经很棒很棒了 然后公笔的话 凹膜公笔就能可能达到95% 或者更高能达到 因为公笔的话 它可以反复的修改模 这个写一的话 它是一笔就是一笔 一笔到位了 喜欢吴冠珠 是喜欢他画的那个江南房子吗 对 我们画不出赝品 就画增品 但是画质 你凝摸的这个的话 你就尽量还是写了自己的名字 就是先可能有一个题吧 有题了之后 你最好还是要写一个凝张大千 要不然你的画就变成了赝品了 就是造假的画 就是出自哪里 就是凝凝的谁的画 可以标记一下 不是不要 你看这里啊 落款呀 因为你的画面只有画没有落款 就是不完整的呀 所以你看张大千的落款 它在后面 写了一个 您石涛 这是您的 您的人家的画 如果你自己创作了 你就直接提你自己的名字就好了呀 犯法的话 一个广告 犯法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中国对法律这方面不像欧美国家 还一个了 也是这个画家已经不在世了 你摸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是在世的画家的话 就尽量还是提一下 是的啦 张大千 临摹高手了 还去过那个 比较有名的 墨高窟 甘肃的 也在墙上画 但是可能也有人不喜欢他吧 但也有人很喜欢他了 就觉得他搞破坏的嘛 历史名人 肯定也有犯错的时候 错错错 是我的错 但是他的价值 还是不可否定的 他的泼墨特别出名 泼墨至少还是一个里藤碑 修复 他已经不需要了 他自己也就也是名人 他不需要去访人家 就是那个啥 不需要去说造假之类的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喜欢 那个时候是访了一个 具体是哪个人 我不太记得了 然后人家拿了这个张大千的话 一直在那说 我手上有一个真品 真品 然后那一天张大千也在场 他就自己默默地在那笑 在那偷着乐 结果发现 是张大千的一个名本 好 这个层次的话呢 也慢慢地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再加 加一个人 先不着急染色 等它稍微干一点点之后再染色 因为你这个重墨色 浓墨色还没干透的话 去染它很容易晕开 就晕得很糊 所以你尽量等它干透一些 自己的笔触肯定自己看得出来了 是时候展示一下 泼墨了是吧 好的 我到时候拿桶子来泼 来表演一节课行为 那个叫什么 类似于 类似于像有一点点行为艺术了 欣赏不了的艺术 好 再到右边来 不是网上很多用那个嘴巴 含的水呀 或者墨啊 去喷在那个 宣纸上面吗 这个右边的 右边的我换了笔了 因为右边的树干了 它会稍微的粗一些 所以我就是拿了这个青锥 如果再用墨白去画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细了 然后再用墨白去画 这个点的话呢 我们也是留到后面去点 先不着急点 默色再做一点点 几个织好把它分清 再往上走 这一笔你可以停了 因为再往前 它的默色会浅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把笔稍微的 默色稍微浅一点点 这个笔哈 笔画的时候 行笔的力度呢 就是 为什么有的时候 画的线条 它的力度会足 你就感觉那个笔很有 很有 就是很有 苍劲吧 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线条 软绵绵的线条 一般就是你画的慢 有这种 劲道的线条呢 你就是行笔 会很快速的出去 就是不会油油绿绿 犹豫的话呢 线条它肯定就会像 那个海草了 所以你画的时候 尽量就是出笔 一笔了 你就肯定的往上去走 同样的我现在又把这个笔 出了稍微的吸干一点点 就默色好 没有那么重了 我再加一根 再加一根 下坡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 当代的话 感觉看不懂 已经达到了一个境界 想去玩了 而不是说光顾着去画 这个扇子咋卖的 嗯 客服宝宝在吗 可以 我不晓得他能不能私聊你 或者你 你自己也可以找一下 淘宝 又画教育 有个店铺 然后点那个详情 那个宝贝详情 点国画那一栏 就直接找到这个扇面的 就可以了 这个是类防鼓 扇形类防鼓 外白生鲜 用了生鲜 再往后的话 这个枝 它就更加的浅一些了 笔可以运用到一个半侧 稍微的丰富一下 然后又要开始画枝了 你行笔快一点 它就不晕呀 这个是我们刚刚同样的纸 就是滴了一滴上去 它是会晕开的 因为我现在画面中不需要它晕 所以我待会去试 它就会晕开 等下染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晕的 所以为什么有的同学 可能画那个生鲜纸的时候 特别不好掌控 可能就是技法上 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就行笔慢了呀 或者笔上的水分太多了呀 所以那个点了一坨上去 它一下变成了胖大海 这个就是 对那个笔呀 墨啊水呀 控制上就是还有待提高 好 你像画这种汁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写意 给人的感觉 哎呀 我之前了解的时候 我感觉写意是特别快的呀 结果发现 哎 还是要花这么久 哈哈 再往下 还有一个这个指了 它是镜片卡 指它是比较好了的 比较好了的 比那种单张的 又更加好驾驭一些 更加好掌控一些 所以这个也就是 它的一个优势 再往上涨一点吧 好 墨色又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再用浓一点点的 去画这个小枝 它的主干啊 主干的墨色都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这些小枝的墨色了 要重一些 所以这个也就是 我们讲到的 画面中的墨 不要太一样 上面还有一个偏重色的 像有的你要画那个 偏粗一点的 你的笔就要开始 慢慢的变侧峰了 半侧 不要全侧 季节 再往上 再往上 又调一个浅一点点的 这个枝看着好像也挺复杂的 我们待会加了叶子了 看着就会简单一些 把这个浅的也可以画出来 再给大家补个步骤 对因为协议的话 怎么说了 确实画错了不太好改 但是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错的话 还是很好调整的 像如果画面的布局上 我这边画的特别的小 左边留的特别的大 布局上的大问题 基本上就是要重画 像布局上没有问题 或者是有的墨色没有种下去 那你就是加墨色 种下去就很好加的 所以国画 一般前期可能第一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的课程 是分四阶段 所以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基本上重画的几率比较高 但是也有同学是一次性过的 重新画 它跟采线又不一样 采线就是你在原图上修改 进步会更大 我们这个是无法在原图上修改 原图上修改会改成煤炭 但有的画面 只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就是可以在原图上去做修改 看看五期的作业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我等一下调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给画了 重新画很快乐 你这个是求虐是吧 好的 我现在画了一支小笔 换小笔的话 我们画叶片 这个叶片的话 有一点点像那个戒字典 就是介绍的戒 然后这个地方的叶片 也是比较重的 一支小笔 其实画山水还是挺有趣的 山山水水 把自己或者是 因为我们的课程设置里面 最后一节课是创作嘛 所以很多同学会画那个 自己去旅行了的地方 把它给画下来 这样也比较有纪念意义 拧模拧模完之后有创作 创作又拧模拧模又创作 到最后毕业的话 还有一个毕业大创作 现在我们又要用 稍微浅一点点的墨 或者你可以现在也 把那个浅的部分给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画这个桥 对 国画是大家接触过的 就会越来越喜欢的一个画 可能前期不太了解 看不懂 据我了解就是很多学员 就是进了国画之后 爱不释手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因为往往就是国画 了解的人还是不多 因为相比于西化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国画中的意境呢 不是说你没有学过国画的话 一下一看好像看不懂 但是只要是油画呀 水彩呀 画了稍微写实一点的风景呀 你看很好看 所以这个也很容易一边倒 因为油画和水彩的话 它画的一些风景就是跟我们很贴近 就可能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街景呀 风景呀 就很写实嘛 但是山水的话 你看国画里面都不叫风景画 它是直接山水画 就可能多在于意境 就跟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不太一样 不会这么黑漆漆的呀 然后这么黑的树啊 像碳烧了的呀 水墨水墨啊 对墨还是情有独钟 就不会画的说真的跟写生一样画的那么绿呀 学之前喜欢工笔 学完之后更加喜欢协议是吧 对这样 这种的也有 稍微带一些浅的 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染色 这个都还是勾哈 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个 勾 染 点 染和点都还没有 送那条 谢谢 谢谢 平时特别喜欢辣条 没有辣条活不了 那我们也可以现在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一只墨白去勾这个船 不是船 桥 像画面中的桥啊 船呀 人呀 都是点景 我们 我们那个国画里面 你像 山 水 水 然后树 云 这个都是分 以前是分两节课 这一次分的三节课 所以把那个点景也加上了 像点景的话 它包含了哪些了 就是 画面中哈 画面中像那个 我们这样说到的这个 人呀 然后还有那个 船呀 桥啊 什么是点景哈 点就是这个 可穿 可圈 可点的点 点点 景的话 是景色的景 点景 山水画特有的一个名词哈 你可能在其他的画种里面 点景 别人都不知道是啥 呃 一带于点缀哈 它整个给画面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 主要哈 点景 它主要包括了哪些呢 刚我们说到了这三个呢 肯定就是包含的 人 船 桥 那还有什么呢 像动物啊 我们这样看那些图片 好像画那个春天的景 就会有那些牛啊 之类的 就耕田哈 你像动物也是包含在内的 这样或者画那个山水 有的时候上面会画一些大雁 或者水上面呢 会画一些那种 反正是一些小动物吧 不一定是鸭子哈 这些都是点景 那甚至还有房屋啊 还有那个亭阁呀 阁楼啊 这些哈 它都是属于点景 都是属于点景 但点景 虽然小哈 但是一定要做到它的一个 物像的形态和神态 也要有一个准确性 虽然小哈 小到小 那你看我们画那个远处的 翻船 一笔上去 一别 一别 就远景的哈 你感觉 一下子 一下子 一进就出来了 一下子 一进就出来了 那进处的呢 我就再画的细致一些就好了 人家远景 有的 有的 直接哈 就 也不是说一个上吧 就大致 几个笔触 我就知道 哎 这个是远处的一个 一艘船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表现的 那我再拿去拍一下哈 就有时候几个笔触 你能表现一个蛮大的物体 几个线条哈 这个就是 有一个 用一笔哈 要做到他的一个物相的形态 神态 也有一个准确性 反正是蛮神奇的 写了一个秋夕的秋是吧 哈哈 然后我们再往后哈 勾这座桥 勾桥的话呢 你可以先用 先用那个偏浅一点点的墨 然后你在后面再用那个积墨法 积那个偏重一点的墨 好的 画墙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的一个凹凸变化哈 就是拱起来的部分 以及折下去的部分 不要画的平直的 所以画的时候 你要看准了之后再去下笔 不要盲目的去画 就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看有人画画呀 他的笔在这里扬一扬 好像抖半天 这是干啥了 他是在心里想哈 脑袋里面在想啊 我要怎么去画这一笔 好的 直接过来 加了水的水分较多的 水分较多的呢 你就是心比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木骨什么时候能开班 嗯 现在我一个人有点困难哈 如果再开个班 我感觉我就要没日没夜的在在在在在工作室 就还是要遭一个小助理 因为上一次本来来了一个小助理的 结果因为比较小哈 然后身体有一点点原因吧 被他妈妈给接走了 所以我又是一个没有小助理的 一个没有小助理的人呢 再过来一点 好 再到这里了 就是慢慢的往下去走一点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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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我当小助理呀 天天给我看看作业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免费学习木骨的话 安逸吧 哎呦 天呀 哇 我就说我特别多文字咬哈 血腥的画面 木骨之前本来预计需要单独开班的 因为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写一课里面哈 有两节 但是呢 内容的话就是讲的很基础的 它有更加难一点点基础的 但是你大致画花花草草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像画动物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困难 好 再往下走 这个线条 它是几笔带过的 不是一条光溜的线条下来的 有停顿 我一个夏天要用一两个电纹页 我觉得很神奇 我在因为我住的公司宿舍 有两个人 我跟那个编辑小燕子 就平时发公众号的小燕子 一起住的 他晚上没蚊子 我晚上有蚊子 然后我在公司上班 我有蚊子 大家没蚊子 我回家之后 我感觉我一个蚊子也没有咬我 但是蚊子就咬我爸和我奶 我是A型血 我感觉A型血 不着蚊子咬的 好的 再画一个 这个后面的 后面的墨色 可以浅一些 刚才有同学说 这个桥是歪的 就是感觉像那个放射状 但是它大致是一个平缓的 它是拱起来的 谢谢大家 好的 然后这个船 船你也可以开始画 也可以先把这边的植物给画了 我就先画左边右边的植物 有录播的 录播可能要晚两天 因为刚好明天遇到了咱们的工修 明天办公室没人 所以视频可能出不来 要到星期二吧 关注又化微信公众号 有一个公开课回放 同样的前面的这个小的水草 墨色了稍微的重一点 那我们一开始学山水 一般会先从水墨的开始学 水墨的话你可能一开始画会 画得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枯燥 因为毕竟有颜色的更加有吸引力 但是往往水墨的让它们更加的打基础 因为你一画有颜色 你就去关注那个颜色去了 好 墨色再调浅一点 这个就大致像淡墨跟清墨之间的颜色 刚也说到墨的五色 还不会分的话 就同样也是公众号里面 图文教程 课堂知识的国画里面 有一篇那个雪景的文章 可以看一下 像今天上的这个课 到时候也会被翻译出来 图文教程 每个人交易服务 你给我评是吧 然后应聘小助理 应聘上了免费 免费学艺期 哇 蚊子越来越多了 那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 为什么蚊子老是要咬你 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你很甜 大致画面中的这些植物呢 算是画完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画这个船 船 船的大小了 就是在桥的后面 没有很大哈 刚才说的点紧都不大 这里还有一个木桩 好 直接勾 所以这个也就是 国画里面 就是要手稳的时候了 你手要稳 该抖的时候了 你可以去抖几下 这个也是 才开课的时候 会讲到一个行笔 基本的运笔的方法 看一个人呢 他是蹲着的哈 蹲在这里 画小一点点 大致的交代一下 需要抖啊 有的时候需要抖啊 不一定说都是要很稳的哈 该抖的时候 你就要抖的抖得出来 你别该抖的时候 又不敢抖的 画这些小人可有意思了 我们那个刚好哈 最近才学的点紧 就是画了这些小人 好没有 有的时候 有的 有的时候 可能 NO 是 有时 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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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 那时 有意思 如果可以 再过来 再来一点点交错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画画呀 画国画勾 它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线条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要念基本功 一勾的时候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勾得好 好 好,像刚刚这个床后面,我们还说了有植物,那我们再把它给补上,更浅的植物。 再补充一下这些浅的,看哪些地方要补一点。 大致的我们可以再去拍一下,拍一下的时候我就讲一下这个叶片的行笔。 叶片的行笔的话呢,先拿这个大的吧,先拿大的去试哈,就拿这个大的笔,你像我们画竹叶子一样的,起笔哈,起笔的时候,轻一些,然后慢慢的往下压,再收笔,你看这个就像刚刚画的这个叶子,放大版哈,放大版,所以你可以分三个步骤,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节,一,二,三,那么第一个哈,起笔的时候,笔了稍微提起来一些,提起来一些,第二个的时候压下去一点点,第三个提起来。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哈,你看连贯性的动作,连贯性的动作那就是,起笔,提起来的笔触,行笔的时候压下去,第三步,收起来。 所以这个叶片它就会两头稍微尖一些,中间胖一些,如果你想让中间哈,再胖一点点,如果你想让中间再胖一点点,那我就是,我稍微哈,因为刚刚我们都是用的中峰去画的,对不对? 我们想让它再胖一点,在中间的部分呢,中峰,转侧峰,把笔稍微侧一点点,把笔稍微的侧一点点,然后再这样子,当然这里你可以收的再自然一点哈。 这样,起笔,我同样的还是偏那个中峰嘛,是中峰去起笔,然后到边缘的,到中间的时候,变成一个侧峰,再收笔,中峰,所以它就又能达到更胖的,像那个鲸鱼的肚子哈,你就是要用中峰变侧峰了,因为你的笔再这么往下压哈,它基本上达到的宽度就是这个样子的,就中间这个样子的,压下去。 这个是大笔去画,像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小的,小的梗哈,往上的,那我就是再去画一些,画一些枝,画一些叶片,这些叶片你看,没有哈,没有说直接,直接这么去画的,直接这么去画的,就感觉,呃,有一点点飘哈,但是画面中不一定全是要这个笔触,可以来一点这个,就相间吧,如果你全是这样子的,又不好看,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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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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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 叶片去破了一下它 所以感觉就不一样 画面全是这样的也不好 全是这个样子的也不好 综合一下 综合一下就好了 好 那么行笔的话 行笔的话就是同样是一个 力度的控制 力度的控制 我们的力度 你也可以一开始起笔就是重 你看刚刚第一笔 不一定说非得分一二三 我可以分一二 那我的起笔就是一开始 我的起笔就是重的 然后再是收的一笔 这个地方是长的那个梗了 起笔重的话呢 那你就是稍微顿一下 笔触稍微偏一点点凑风 我就不用很尖的去行笔 一开始 我还可以甚至运用到一个藏风 因为国画的知识点确实多 所以我一几课就讲那么几个 当时就OK 所以为什么分28节课一个系统课 28节课 能学出来 能学出来这个效果的话 好 长风的话我就是 或者逆风也可以 像我们起笔 如果你要从左往右 从左往右去画 逆风的话 那你就是 我既然是从左往右的 我要逆的行一笔 那我就是从右往左去画一笔 然后再上去 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是方方的呀 这个也就是可以藏一笔 藏进去一笔 我们这样写字嘛 写一字 横着 你看我是写一一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从左往右 但是我要用到一个藏风 藏风的话呢 我就是要把这些笔触 把这些笔呢 要藏起来 藏起来 然后再过去 再过去 回风哈 就收笔的时候了 又回来 它又又回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起笔它是看不到的 我们刚刚前面画的 它的起笔都是能看得到的 你看起笔 它都是看得到的起笔 然后我想让它看不到 那你就把它藏起来 再压下去 它就看不到了 嗯 这个的话就是起笔哈 有分一二三 两头尖中间重 有分一二 起笔重 收笔轻 两个方法 这个叶片都可以 你只要知道这个运笔之后 我再拿小一点点的笔去画 那也很简单 你看 就是稍微的 炖一下也可以 再出去 或者是起笔的时候 轻 再重 再轻 那你画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快一点了 笔的力度控制好了 你就可以快一点点了 就是这个提按提按 提起来 细 压下去 重 提起来 又细 提按提按 连贯一点 就变成了一片小叶子 好的 这一点明白没 明白就敲个一 我们就继续哈 他有时候看上去吧 好像跟书法很像 所以我们将说书画不分家 有一般那个书法写的好的来学国画的话就也也能很好的入门 就是能很好的 就是去画那个画面容易接受 好的 我们继续这一个 同样我们现在用软色 软色的话主要是这三个颜色 走石藤黄和花青 可以先用花青色 同样花青色 如果你嫌他太轻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藤黄进去 我们现在 五七好 五七也是刚进入山水的阶段 五七上完之后是一个工笔的课程 工笔的话呢 人数不多哈 招的话是只招三十个人 但是现在已经满员了 所以呢 还有一个工笔是要有一些基础的 然后还想学写意的话呢 就是六七的写意的课程了 六七的写意课程虽然在十月份 但是现在群里面呢 也有很多同学在画 画了之后给我再看 所以因为现在报名的话呢 是可以看五七的录播视频 然后呢到时候跟着六七学一七 还可以重修七七 等于是报一七等三七 就特别的划算 感觉很良心 有时候六七的同学找我 我都以为是五七的 就是那个画嘛 因为跟五七画的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都是预售课 所以提前报名的话 怕大家就是报了名之后 有充足的时间 觉得可以提前的学习 所以当时就申请了 可以提前看哪个 就是提前看的话 要自己申请 要自己跟班主任申请 申请想看上一期的视频 提前学也提前学得好 但是我一般教学的话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着急 你等开课之后去学也是完全OK的 我一般我一般的那个做法就是大家不要急呀 就开课的时候 因为开课的时候好好画就可以吧 现在你一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好享受假期呀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画面进步那么大 当然就是肯定也是很辛苦的 就是报了名之后学习 就像集训几个月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 虽然上课的课时的话 算下来可能三个多月吧 但是我们的作业指导的时间呢 有半年 所以你半年都在画的话 那你就像在集训半年 所以进步也会很大 现在适用的花青藤黄 加一点点墨色 所以一般情况下没开课的话 你就好好享受一下 等到开课了 确实要辛苦几个月 你的纸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 开课之后估计就没了 开课之后买新的 书法班什么时候报名 书法班已经节课了 二期马上要开课了 所以你可以抓住这个尾巴 应该是六月 六月份开课吧 六月下旬 还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好 你这样画到后面 我前面画的比较实 我可以直接去染色 对吧 后面我要虚过去 它是慢慢的变没有的 所以呢 前面的用色可以润一些 润是什么了 去湿一些水分 足一些笔上的水分 后面的多用壳笔 口渴的壳 你说枯笔的话 就更加好懂一些 枯笔 就是干枯的笔触 让它自然的变得没有 像这种枯笔 它就会自然 如果你还用前面的水分这么多 它染出来的就很生硬 所以稍微的用一点点枯笔 花青 花青加藤黄 加一点点藤黄 要不然它会很绿 这个地方我可以再染一点点绿色的 我们画国画多多少少 还是有时候也会讲一讲历史 还可以给大家补补历史 自己学了也可以给自己家里小朋友补补历史 好处多多 染色的时候下面不要染得很匀 一定要破一下 稍微一点点破的都OK的 都可以的 再到右边来 右边你可以先用墨色去染一下 大胆的去染一下 抽奖 今天没有安排抽奖 每个月的有抽奖的经费的 不知道这个月可能经费有限了 每个月会定个目标 这个可能到时候送给咱们五期和四期重修群的某一位了吧 因为我想的最后一节课可能会来一个抽奖吧 大家辛苦了 小半年了 好 底部 同样的底部也可以再染一点点墨色 这边的 这边的底部要稍微的虚一点点 不用左边这么的实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可比 哈哈 有希望是吧 对 都有希望 在希望的天液上 这些地方了 你都还要继续的染染染 现在染的就是偏青色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右边啊 感觉还少了点啥呢 就是还没有那个点点 所以看上去也是 没有特别的 少了一点层次 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又需要一点点 走实 走实色 这样水的话 前面的水就直接是牛白的方法 就啥也没放 那水也有勾勒的 勾勒的方法 也有染色的方法 这个是直接的牛白法 好 调一点点 走实 走实 就稍微有一点点红哈 所以我刚刚立马 调整了一下 加了一点墨色进去 然后还一个67 67的课表现在已经出了哈 但是77的课表的话 我不知道到时候 就是有没有做一个调整 所以67的话还是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学习的 包含的内容很多 很足 大家学到的应该也知道 内容也很广泛 也只能说可能可能67会是变成小克制的 这些67就是学到就是赚到 再往下染点颜色 67还在研究讨论啊 就是有可能不会变动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动 因为如果真的有诸教的话 就可能会把课程再分一下 就变成小克制嘛 就没有这么长嘛 现在课程都是二三十节课 这个边边的部分呢 也再稍微的染一下 来一点点青色 因为课程是这个 课程的话会很火 所以拿一个花青色去压一下 后面有一个远山 颜色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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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 小课制就是课程肯定短一些 可能十几节课一二十节课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稍微的用壳笔去擦几下 让它不这么的白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等它干等干等干 等它干才能点台 没干的话你去点那个点台的话它就会晕开 赛阳赛阳 可以帮我拍个步骤吗 然后这个画面它现在是还没有干透 所以看上去有的地方它颜色特别的深 等它干透之后了整体的颜色会好很多 对拍一个步骤吧 我再把后长干两个点 刚有同学说想看五期的 我本来也没有打算给大家看 既然有人提出 那我就给大家看吧 那个调就是能看到平时见面的是要怎么来的 要重新弄是吧 不用你试一下 那你能不能看得到 不能啊你刚才来还问到我呢 要不要分享出去的 就是不用 好这个是现在上交的一些作业好 因为大家也是才开始进入山水的阶段 这有的还在画一些分解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画的那个辅批村 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能看得到的 我问你能不能移动吗 那难 那就把这个移一下 我知道了 把那个顶层移一下 对把这个 把那个东西 对把这个东西移多大 这个移多大 这样吧 那也尽量移到红彤彤这么大嘛 那把这个录屏的那个内容 点击就知道大概是哪个位置 好的好的 鸭子好看 想看鸭子 鸭子下一次的公众号的打卡 就是鸭子 鸭子在哪啊 天呀我刚还没看到鸭子了 这个 天呀这个温10的真的都是放大版 看不全 大致的这个是修改之前的就第一次画 然后这个是第二次画 效果就好了很多哈 所以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画 从画 这个鸭子的话是第二阶段的 第二阶段是以动物 多以动物和木骨为主 然后第一阶段的话呢 是以基础和植物为主 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哈 是以水墨山水为主 第四阶段呢 是有色的 就是色色的山水为主 所以分为四大类 然后像这个画的话 就是也是第二阶段的木骨 但是是 这节课的要求呢 是要自己创作 因为我上课也是 也是有很多张素材哈 拼贴 就是凑成一幅画 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们星期五上课的 一个内容 腐皮村 可能只能看到一部分吧 只能看到一部分 那这有点景哈 有小人 在这里看那个瀑布 这么高的瀑布 就画面很有意思 不同的阶段 就是有同学画不同的画哈 因为有的进度了 会快一些 有的进度了 会稍微的慢一些 但是大家都做了 作业的话了 还是值得标扬哈 值得标扬 那这个就是分解 我们画了三节课的分解 去画这个山水的一个分解的内容 像石头啊 云呀 水呀 树啊 点井呀 点井中又画了房子啊 船呀 桥啊 人呀 之类的哈 所以这个也是 念分解 给我们后面的画了 打下一个基础 就像我们平时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也会分解 但是每一节课的分解哈 你像画竹子 那我就是画竹叶 竹枝 竹竿的分解 然后再画一幅完整的画面 你像山水的话了 我是把所有山水能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我都按照三节课去画了 然后后面就是基本上画的哈 都是你之前已经涉及到的 然后画兰花 那我也是会从兰花 兰叶开始分解 然后再画一幅完整的画 因为山水的话 如果你一节课 你又要分解 又要画一幅完整的画 就画不完哈 山水会慢一些 所以就把分解放到了 一二三节课 前面三节课 后面就都是完整的画面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画完了的话 会上传一个作品图 这个也是一个作品图 只能看到一点点哈 放不小 这个也是 那个 哎呦 这么大 这个也只能看到一部分 灰鸽子刚刚也到了课堂 小学生 进步很大的也是 现在是进入到了 山水阶段的初期 所以看一二阶段的 看一二阶段的那个画的话 有画模糊的就好看 因为山水的话 它往往是后面几节课 会更加的出作品 现在都是念的分解 等于是在念基础 念完基础之后了 就是出作品 像那个画面中 有的画了之后 还会提字 把这个画放大一点点 上面哈 我们班有很多同学字很好的 就是 画和字都写了之后 就是画的画了 写的写的 它整个画面中呢 就会更加的有味道 鱼也画的好 鱼啊 螃蟹 不是螃蟹 不是螃蟹 就是那个鸭子啊 还有麻雀呀 这个都是中级班的哈 不是中级班 第二阶段的 那这些内容都是第二阶段的 第三阶段就是 完全是另外一个画总了 所以 所以就是说六七的课程 它有个好处哈 就是你报了之后 你可以学三七 学 学五七的 学六七的 学七七的 所以 所以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到时候七七 可能会改革的话 你就可能会只有 嗯 花鸟啊 或者只有 山水呀 就没有那么的全面 同样的话 你看第一阶段的 墨色就会素一些 我们主要把墨呀 行笔呀 墨的五色呀 给掌控 掌控好了之后哈 到了第二阶段 你看第二阶段是 嗯 牡丹花开始 牡丹花开始就有叶子了 有颜色了 然后是麻雀呀 鱼呀 鸭子呀 再就是两脏木骨呀 就颜色就丰富起来了 学三七是什么课来的 就是意思是 你现在如果报六七的课程 可以看 等开课之后 可以看五七的录播视频 然后等到六七开课的时候 就是六七是你学习的这个学期 那你肯定是能看视频的 对不对 跟直播 到了七七之后 如果再上课 你可以免费 再跟直播 再学一期 这个就是优化的一个福利 包括每一个科目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 学完一期之后 因为有同学他可能多多少少 课程有的没跟完呀 就是可能报名的时候 时间比较充裕啊 因为当期是每天有一轮作业指导嘛 除了公修和国家法定节假日 但是 基本上哈 你们都是我的学员 然后画了的话 我会很乐意给大家看画 只要大家有一颗 想要学习的心 我是能尽我的职责 能能那个 给大家看 给大家指导的话 我也会很开心 毕竟大家进步哈 就是我最好的招牌 哈哈 证明 你们优秀哈 就是我优秀 所以大家 找我看作业的时候 也不要嫌麻烦 今天是哪位老少 我是秋夕哈 山丘的秋 夕阳的夕 好的 我的画面也差不多干了哈 干了之后 我们就是可以点 点台 一期能看三期吗 那个时候的福利还没有出来哈 好像是从第几期 从写议的第四期 还是第五期开始的 你像二期 当时二期也是不能看的 所以福利是慢慢出来的 哎哎哎哎哎哎 好的 调整到我们的画面中来 再倒点墨汁哈 嗯 这个也是也是后面哈 也是为了越来越好 后面申请的这个福利 好的 我们开始在右边哈 把这个点台给点了 点台点的时候了 可以稍微的用力一些 所以我感觉吧 是非常的划算的 然后每一期的教学的内容哈 是不一样的 有同学可能说是听一模一样的课吗 当然不是呢 听一模一样的课呢 你还不会就是看当期的录播去了 只是说内容就是那个知识点哈 可能是大致差不多 但是画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从修还听一模一样的课就没有毫无意义哈 失去了乐趣 这个画画了多久 这个画好像是从是不是从八点钟开始画的 边画边描 反正停停歇歇 点了点点之后哈 这个层次一下就丰富起来了 好的为了我们的画面哈更加的完整一些了 你可以写字 北上的墨呢可以再多一点点 不然拖不动哈 所以这个就是写字的时候 笔上了会加水 庚子的话 你大致就知道它是一个年份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写年 嗯 感谢观看 写了一个宁大签 就是张大签 然后再盖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名章的话 就可以不用写自己的名了 刚忘记垫了一本书 估计这个印章不是很红 像这个右下角 你也可以盖一个弦张 垫一个厚一点的 垫一个厚一点的纸 它印出来的效果会好一些 因为我下面是那个毛毡 毛毡是一个软的 画面有字有印 感觉有趣多了 有的话敲个一 因为国画里面 你不落款 不盖印 整个画面是不完整的 就是你没有画完 就是没弄完 闲张就是很闲的张 逗你玩的 就是不是你自己的名字 可以是那种 两个字的词啊 好听的 或者是四个字 四个字的成语啊 或者是那种佛手啊 动物啊 之类的都可以 所以它很闲 印章有啥讲究不 课大的讲究了 一节课讲不完 三秒分钟讲不完 我们同样也是 系统课里面 经常也会要讲到的 以后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 对这一节课 然后因为喜欢旅行的 刚刚有敲一的 然后呢 现在如果想 大家想画这幅画的 有没有了 有的话敲个一 我看有木有啊 反正有的话 因为因为这一次 就是没有说 有一个收集大家的作业啊 集中点评啊 然后如果不能集中点评的话 你也可以哈 就是发给客服宝宝 客服宝宝怎么去找咯 同样的哈 就是右话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话 右下角的右话 第二行人工客服 因为因为有时候 我毕竟就是 平时服务YP的同学嘛 可能多一些哈 可能非YP的 就YP的可能能 很好的找到我 非YP的同学 可能不太好找到我 那你就可以找到 右话的人工客服 发给客服宝宝之后了 他会发给我 我指导完之后了 他会给你一个反馈 就是画面的问题啊之类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想直接找到我的话 也可以哈 好像是一个了解右话 了解右话有一个第一个哈 账号网址 你看这上面有的有一些讲师的QQ 有班主任的QQ 有客服的QQ 好的呀 反正像那个 就是YP非YP都可以哈 都可以画 然后像有的非YP的同学 找不到我的 就是用刚刚这个方法 要么可以把话发给客服宝宝 客服宝宝会转发给我 然后我点评完之后 会放回去的 他到时候就会发给你 要么也可以直接找到我 我是求希哈 好的呦 好的呦 但是你们私聊我的话 明天我可能就是没有登QQ哈 就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找到我的话 不会立马的回复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见谅一下哈 因为平时也是服务YP嘛 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 就是能秒回消息呀之类的 因为平时看作业 可能进了群之后 我会把那个班级的作业都看完 看完之后我会再退出来 退出来 然后有四年了消息我就回了 就可能做不到秒回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 甚至有时候我没有晚班 我可能不会登QQ 因为那天就是路西老师哈 有位同学加了他好 然后就通过了吧 通过之后了 那个学员也是晚上发给路西老师好的话 然后没有回复 因为那天晚上他刚好就是没有晚班嘛 六点下班 我们现在六点下班有时候下班之后就没有登QQ 就没回复 然后那位同学就立马把路西老师给删了哈 因为因为觉得没有回复他 第二天就因为第二天一来回复他消息 回复不了嘛 因为因为不是好友 像有的可能平时每天QQ聊的多 不是好友的要先加好友之后才能聊 所以我就是怕到时候造成这个误会 就哎呀老师都不理我呀之类的 因为我平时可能服务那个YP的时候 看那个作业有时候进到群里没有出来 就有四鸟的消息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及时的回复 但是我看到了之后 我肯定是会回复的哈 好的好的 先下线了 好的拜拜 拜拜 因为因为可能就人不一样吧 这只是一个案例哈 少数了 可能有时候觉得我们是晚上上班吧 就晚上有时候有晚班 那有时候有晚班又在上课 上课也回不了消息 上课的时候也不能回消息 所以做不到秒回 但是我看到之后肯定会回复 不会说我看到消息 我不回复你呀之类的 加勒伯伯另外一个号 自己没通过 他另外一个号好像是 应该只加那个油画的吧 还超写实来着的 那个是那个那个班级的 专门的服务号了 好的好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到时候这个作品图可以在右画的公众号 回复国画作品图 然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吧 会有一篇这个图文教程 就是考虑到视频太久了嘛 所以会转化成一个图文教程 是我们小谭老师转化的 那大家周末愉快 抓住今天的这个两个小时的尾巴 明天是不是大家又要上班了 好的 我们就准备下课了 刷个鲜花吧 给包辣条也可以 喜欢吃辣条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